現在的時間是...幾點? 沒有手錶 好吧 現在的時間是... 五點多吧 快六點了吧 有人進來了 Hello 五點多六點 我在哪裡呢? 這裡是哪裡? 現在應該是下課時間吧 所以在這裡會蠻多人的 不過捷運好像剛剛走 OK 很多人都在問我說 歡迎了你怎麼還沒有去跟你的板子照相 歡迎了你怎麼還沒照相 那是因為... 我告訴你為什麼 那是因為我正常出去不太喜歡化妝 或是梳妝打扮 完全不喜歡 然後呢 我怕假如我來跟這個板子照相呢 他的差距會太大 所以我有時候看到這個這麼大的我在後面 然後長得完全不一樣 我會有點... 說不過去 好 我現在就在這個板子的前面 然後我想跟你們說一聲謝謝 因為我還真的蠻感動的 要怎麼轉 要怎麼轉 這裡嘛對不對 來 Happy Birthday Riley 3月18生日快樂 耶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感謝好嗎 Bab Prince謝謝你 還有Rally dear謝謝你 Hot Boys謝謝你 Hot Boys謝謝你 還有Pool Rally 國王以倫謝謝你 Miracles in March 還有肌肉小王子Rally 這個... 欸?欸? 轉回來了 現在其實就是還... 還蠻感動的 看到這麼大一個自己在... 在捷運站上面 其實還蠻... 蠻不好意思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一個我呢? 你看 這樣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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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然後 這個... 這個生日呢 要許願了嘛 對不對? 可以許願嘛 恩... 還是不要啦 願望講出來就不會實現 哈哈哈哈 你們都下課了沒? 下課了嗎? 好...你看 好多學生在這裡 對啦 所以今天在生日的前戲呢 趕快把時間抽出來 然後 跟這個板子照個像 等一下應該還是會照個像 雖然有這個直播 大家也想說 好久沒有直播來跟你們講話了 我要二十歲了 怎麼辦? 越來越老了 這個生日感覺 就是沒有很... 沒有像以前一樣興奮 你知道嗎? 以前生日的時候 就會... 可能是因為那個時候比較小 十幾歲嘛 可能 十四歲要到十五歲要到十六歲 你會想要 越來越長大 越來越想當大人 可是 我覺得就是到了二出頭之後 你已經 已經看淡了一切 你不會想要當... 不會想要當大人了 然後就覺得二十歲 開始慢慢... 衰老了 那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 時間... 時間就是這樣過去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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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給你們看一眼 那個... 很可愛的生日Raly 好不好? 好吧? 你看這個無瑕的皮膚 跟這個本人 就有一點差距 所以我才 一開始沒有... 很快 很快的就回來 然後跟這個東西直播 我現在有啦 對不對? 好吧? 那 那,最近有什麼活動呢? 最近有,最近都在籌備演唱會吧 今天四月呢,是完全大滿檔 就是每一天都要,都要在練習 因為我上次在直播上也說過嘛 不是直播啦,講錯了 我上次在KKBOX上面也說過 就是演唱會是一個,就是不管是身體上啊 精神上啊,還是表演上面 都要去醞釀的一個東西 所以不是 不是,一下子就說要開演唱會就可以開的 所以,最近就是 好好的練習,好好的健身 然後好好的 把自己的狀態調適到一個 演唱會的狀態裡去 什麼叫明天記得收禮物? 蛤?不准給我寄禮物來 我沒有要收禮物,有你們就很開心了 那收什麼禮物呢? 蛤? 好,來回答問題時間 不會啦,才二十講成這樣 二十是 是一個很奇怪的階段 是一個就是 好像還是有人會覺得你是小孩 可是 也有人會把你當成一個大人來看 怎麼講呢? 就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然後 他們會把你當大人來看 就會說 欸,你已經二十歲了 你要負責 對不對? 可是 當他們在處理 或是解決 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 你不要參與這個 你是小孩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尷尬的一個年齡 不過 人都是要學習長大的 我最近也在學習長大 對不對? 演唱會有沒有人要去 有人跟我說 他們兩天都要去 那很好啊 那我這兩天都可以看到你們 我其實 沒有我其實 我講錯了 好 你們可以提問啊 怎麼這 這圖皮膚有沒有修過 我怎麼會知道這圖皮膚有沒有修過 你們自己看啊 你們自己看 跟本人比這樣 有沒有修過 我不知道 應該吧 我覺得 做這些板子的人 應該 對我還不錯 就是有幫我特別的 特別的修過 哈哈 五月的演唱會不能去 沒關係 因為我真的希望 有下一次 好不好 什麼時候來香港 我也不知道 這些都是看公司安排的 好嗎? 愛我三輩子 蛤?才三輩子嗎? 可以四嗎? 可以五嗎? 哈哈 好 從小屁孩變成大屁孩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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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小屁孩 怎麼這樣 你為什麼都不會被認出來 因為我不紅 哈哈 所以我才沒有被認出來 什麼 讚 嗨 嗨嗨 直播看起來皮膚好 其實我現在 滿狼狽的 我覺得黑眼圈還滿深的 我旁邊有人嗎? 旁邊沒有人啊 旁邊怎麼會有人 就是我自己在那邊 耍鏘 然後自己在這邊直播 對 好啦 嘉賓是誰 嘉賓是誰 怎麼能告訴你呢 嘉賓就是我 沒空去抱歉 沒關係 不用抱歉 我們有一天還會再見面的 因為演唱會之後也一定會 還有時間嘛 一定會還有公開的活動啊 什麼的 所以一定會再見面的 演唱會也不能去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的心語有通在就好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啦 我要走了 我在這裡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人家真的會覺得 我是 我是一個怪小孩 在這裡直播 然後跟一台手機講話 雖然說上面有 兩千多個你們在聽我講話 好啦 走囉